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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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好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有机会去观赏一下刚才夏丽提到的这几个烟花的场地 好 接下来是关于第二条消息 我去游泳池 游泳池即将开放 延延夏日即将到来 也是游泳的最佳季节 适应游泳池原则尚未免费 幼儿需要大人陪同 根据天气情况 有时候会关闭 午休时间无法入场 去游泳的时候 请利用公共交通或骑自行车 让我们文明利用 享受美好夏日吧 魁区 郡河区的开设日期为7月15日至8月31日 开放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游泳池开放的场所有 大滨公园游泳池 夏川园公园游泳池 田丁公园游泳池 用宗公园游泳池 冬新田公园 西水池 请注意 根据场所和日期 开放时间会有所不同 大滨公园游泳池开放至下午6点 夏园川公园游泳池 每周五开放至中午12点 用宗公园游泳池 每周五开放至下午3点 另外 冬新田公园的西水池 水深为20厘米 不适合游泳 只能玩水 清水区的开设日期为7月18日至9月10日 开放日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4点45分 游泳池开设场所为清水综合运动场游泳池 周一休息 小学二年级以下的儿童 需要家长陪同 50名游泳池 在7月和8月晚上的利用时间为8点45分 三岁以上需要入场费150日元 中学生以下的儿童下午5点以后需要家长的陪同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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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9日至8月24日 游泳池 游泳池 7月29日至8月28日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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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至8月25日 游泳池 7月29日至8月29日 游泳池 游泳池 7月29日至8月27日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咨询市服务热线电话2004894日 日语对应 好 以下是第三条消息 第三条是有关国民年金免除的申请 对于收入比较少等缴纳保险费有困难的人 可以通过申请而免除缴纳保险费 或推迟缴纳期限 如果不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话 有可能无法领取老后的各种年金 因此有缴纳困难的人 请务必进行缴纳申请 平成29年度的国民年金保险费 为每月16,490日元 平成29年7月份至平成30年 6月份的缴纳申请的受理 从7月3日开始 可以对距离申请日 两年零一个月前的保险费 进行缴纳申请 详请请咨询年金事务所 或者各区的保险年金课 咨询处 静缸年金事务所 054-203-3707 清水年金事务所 054-353-2233 各区保险年金课 魁区 054-221-1065 郡河区 054-287-8624 清水区 054-354-2134 好 接下来是有关地震的小常识 中的问题 也有胜色 啊 回想起恐怖体验,不安,孤独感,疏离感,烦躁,愤怒,对于自己生还的罪恶感。 还有身体上,比如头痛,手脚无力,肌肉疼痛,胸痛,恶心,肩痛,倒汗,心悸。 还有思维上,比如无法集中和思考,思想混乱,丧失短期记忆,没有精神,判断能力降低。 或者在行动上,有爆发愤怒,与家人发生问题,拒绝与周围接触,酗酒,无礼,取闹等现象。 为了减轻压力,可以采取以下有效方式。 一,不要独自烦恼,可以找他人谈心聊天。 二,避免长期在繁忙的工作状态当中,平常应当有意识地适当透透气,转换心情。 三,适当地休息,保持充足的饮食。 四,压力反应会在反复当中渐渐恢复,所以不可急于求成。 五,不要过度饮酒。 六,至少在一个月以内,避免做任何大的人生决策。 七,有意识地活动身体,促进血液循环。 好,以上是本周的中国语消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